好的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阵微博DTS上半场地图是选择了红教堂 这把对于瑟瑟来讲的话 要四抓 因为他们想从东旋走哪四跑呢 真的太难了 东旋拿个红夫人 这把只要跑一个下把东旋红夫人留一个 基本上斗舞就赢了 所以说这把瑟瑟要四抓 我觉得拿一个邦邦出来是 特别看到这套阵容啊 唯一的可能就是爱哭鬼了 爱哭鬼上来抓得快 然后再对吧 主动初期去找节奏 有机会能打四抓 你一个邦邦 秒倒了我这边有空军开枪救人一人一波 对吧 这邦邦四抓的可能性就砍半了 再加上这套阵容还不一定秒倒的 这套阵容对吧 每个人都能牵制空军 你知道空军我交枪 你找什么某人我交铲子 对吧 祭司我打洞 前锋我拿球 四个人全有自保能力 从理论上面来讲 我觉得这把的四跑是 这把的四抓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除非求生者这里就是给机会 而且要给大机会 比如说什么 拉球撞救 然后没晕到 然后前锋倒地救不下人来 什么之类的 这种这种情况才有可能 哎 这边找到祭司 祭司两个洞全没 一个翻板加速啊 往外走 色色这里的一个炸弹 看第二下能不能补上 补 没补上 没补上 这里祭司这个洞刚才没打掉 祭司在穿这个洞 拉一波距离 守木人现在是交掉了一个铲子 空军的电机已经修了60%了 前锋33% 对于祭司来讲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洞 基本上牵制到空军开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电机的话确实不太够啊 这把电机可能稍微偏慢一点 因为 那个前锋这里摸机虽然说摸上了 但守木人是没有摸上的 前期是被稍微干扰一下 这边 哎 补上 好 准备要交闪了 闪现一刀打一个震射 还行 还行 但是空军的电机修完以后 空军可以来一波交枪救人 救完人以后 只要拉开就行了 因为空军的电机刚好已经点开了 那这里守木人应该是 这边是瑟瑟做了一波预判 就怕前锋来撞 提前交炸弹来防一手前锋的预判撞 守木人可以去墓地补祭司的机 然后前锋点击可以修开 那么就是说第一波救完人以后 应该是偏向于三台电机点开的 节奏上面的话 对于瑟瑟来讲 这局空军就算把人救下来 也是有机会的保披症 守木人要来救吗 不是 守木人为什么要来救啊 有空军 就是就算空军没博命 空军救下也行 这把跑一个就行啊 守木人来救啊 不是吧 啊 这边是守木人吸引 空军这边偷人 这一波配合倒是打到了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 打得有点冒风险了 万一这边 对吧 你牺牲了自己修机的一个时间 然后回升过来 万一被处理掉了 被打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万一空军这边出现一些小小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来救 这个就正常 比如你这BO1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波救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打到这个局面 跑一个就行的话 没必要冒这有风险啊 补一颗炸弹 好 这里三秒钟以后遥控炸弹收掉这个空军 先补一颗连上 没连中 哎 这边前锋过来了 要我这一波前锋的撞 好像遥控炸弹还没那么好炸 哎 切遥控炸弹吗 看前锋 怕前锋撞 这里倒的话好像要倒到祭司刚才的遗产 不过祭司的遗产也没怎么修 现在祭司拉到外之位 前锋这里的话 如果能把人黄补掉外面的电击 其实就差一台了 这时候这边要把电击 把人挂过去干扰前锋才电击 确实 只能守这台电击啊 只能守在电击 呃 节奏上面来看的话 这一波救人救的比较漂亮 所以说穷人者是把前期的一系列是稍微补了回来 但是我觉得是这把宝拼还是有机会的 你要想争一个多抓嘛 还得看这波防守啊 看前锋这波防守 通缉到的是个祭司 炸一手 前锋这边炸弹还是比较多的 炸弹还是比较多的 再电击可能开不掉 需要等到外面的电击全部修完 我觉得甚至可以 就是这个空军可以不要 拉了一波大洞 这边是祭司想来救 但是祭司是被通缉到的 前锋这边一波撞 撞完以后想要去穿祭司的大洞 瑟瑟这边的底牌是好的 所以说祭司那边的电击先要开掉 让这边空军没有机会 就算穿着大洞我也能切传送过去找你 二挂 二挂挂一个空军外面的电击就差了没多少了 前锋那台也能点开 祭司那台估计也能点开 现在局势对于瑟瑟来讲越来越不利了 越来越不利了 球者这把打的确实很好 打的确实很好 两个人还要轮换的来补一下电击 让安排这边守木人再来救一波 守木人这边遁地 这还救啥 这别救了呀 直接电击点亮走了呀 祭司那边守木人都要拉开 别救了 前锋这边 前锋有球 守木人再次吸引 守木人又要来吸引 前锋还要来救 拉球 前锋拉球 一波撞 没撞晕 守木 哎 满血守木 能不能救下来来 强行救 打一刀 打了一个寂寞 打了一个空气 一刀打电击点亮 四人在场开门战 那这把有可能还打成一个三跑 哇 最后一把是打出了顶级配合 人皇间的配合 打出了风采 这边直接切传送过来 知道你电击会亮 找到这边的守木人想管门 没有挽留 这里空军可以直接贴门 已经贴上门再开了 这把这个传送切的好像 我觉得这是保平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这边这个传送一切的话 可能保平都没有机会保了 那边祭司还没穿个大洞 守木人这边拖着你 不会被打成一个四跑吧 不过有一说一 我觉得斗舞这边打的有点拼 要我是斗舞的指挥 对吧 最后一波就是不救了 电击直接点亮 怎么地都是个平局 怎么地都是个平局 东旋下一把就算被四跑了也是加赛 而且东旋不太可能会被四跑 这里还想跑地窖 还想跑地窖 三跑 那么最后一把 已经是不影响这一场的一个胜负了 这把穷者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两波救人 两人一起救 救邦邦的人 也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职业选手 是怎么来救邦邦的人的 你邦邦防守强没关系 我派两个人来 第一波吸引 第二波对吧 两个人合力强行救 两种救人方式都是一个完美的救人 非常非常优秀 对于观众来说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对于比赛来讲 稍微的有一点点悬 就是来救还是会给些机会的 当然现在的话东旋就比较的舒服了 随便打